各位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水餡3D 真的是 我從國小一直開到成人 你看這樣有沒有過分 小朋友可以上 然後呢高中子大專校社會人士都可以上 各位真的 所以它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沒有呢我有把他這個軟體 因為我用蠻久的 所以我就把它整理成 在你簡報DA的那個CW的圖 你打開我有一個網站 這上面呢我有很完整的去介紹我們實用產品 我們實用產品其實都有中文版 所以你也沒有什麼就是語氣上的這個問題 那你看 只要他有新版本我就會介紹新功能 那有很多可能你在使用上 那你可能遇到問題我也都幫你寫好了 對然後呢有些外掛程式 那跟深程式AI不好意思 現在AI也有在3D的應用 雖然說不可否認 然後沒有像那個圖形啊 文字那麼快 但是呢現在也有一些不錯的 所以如果你缺少模型的時候 也可以直接深層 這樣理解齁 事實上 這些呢 還有像我上課的一些錄影啊 也都歡迎老師 你就來這邊找 也都有 所以這個網站上都是我寫的 所以歡迎你 就有空來看一看 好 那這是第一個 跟大家介紹 那另外呢我有Facebook啦 有針對這個軟體 我有開一個社群 那如果您後續使用上有問題 也歡迎你就是可以來這邊 好就是來一起 學習討論 那麼各位進到簡報第二頁這裡啊 簡報第二頁這邊 您可以看到就是 我裡面 就有 比如說像剛剛有位MAC的同學 對不對 那他因為只能用安裝版 所以我有 寫一篇文章跟他講 你可以怎麼樣 把你的版本 變成跟我的版本一樣好用 嗯 那 未來呢 你可能還會有需要 就是說你用安裝版的 我要放到另外一台電腦啊 那你可以怎麼轉移過去 就直接複製貼過去就好了 好 這樣的話呢 其實各位使用起來就比較方便 那另外 您可以看到 在下面 撿到第二頁下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人叫線上版 所以老實講 如果剛剛你 摳軟體的問題 我也可以不理你 就 點這邊就好了 哈哈 一樣可以用 但是要注意一下喔 你要註冊帳號 打開 就進入 你才可以儲存 如果你沒有 註冊 直接打開還是可以開 只是不能存檔 就是所有功能都一樣啊 只是才能不能存檔 因為他有雲端空間 所以你就可以把他存進去 這樣OK 另外呢 我們隨用3D 其實他也有 App 但是我剛剛有跟各位提 就是他目前 就是一點點費用 大概一兩百塊這樣子而已 之前是完全免費啊 後來就變了 那我們隨用3D 最近 應該是上個月 更新到7.5百 他從本來的法國公司 然後呢 現在變成義大利 哈哈哈哈 他是第一次被賣掉就對了 好 但是沒關係 我們使用起來 其實都是一樣的 好 那 這個呢 你現在 不管你用的是 安裝版 還是那個 免安裝版 如果你用的是免安裝版 你 會發現 剛剛我們解壓縮之後 這裡 有沒有多的 有兩個 磁心打 對不對 你可以用64位元的 或是三收人86的都可以 因為您知道嗎 我們使用3D 也可以在哪裡 Windows SP上面 只是信 很久沒有聽到這個名詞了 對不對 快要遺忘他了 所以 他對應急的要求 不算太高 但是做出來效果 是很不錯的 好 所以先跟各位 稍微提醒一下 好那 因為我們是用那個 免安裝 而且是 有更多3D模型 材質 所以說 他打開的速度 會比你用安裝版 慢一些 因為他把那些東西 載入進來 所以 會稍微久一點點 這樣子 好 那麼 有了這樣的概念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來 稍微看一下 到底 你隨用3D可以用在哪裡 其實隨用3D 開裝名義 他是做室內設計的 那 我也必須跟你講 你也不用那麼 遵守他 因為可不可以做戶外的 當然也可以啊 你看我右手邊這邊有沒有做戶外的 可以 另外呢 像 我常常在用這個 虛擬線 好 不管是你電視台的啦 還是說都要做網紅啊 我自己要有一個 自己的 室內設計的效果 那你不用裝潢 呵呵呵 直接用虛擬的就好了 好就好像我們現在GoogleMeet Teams 是不是也有那個虛擬背景 概念一樣嗎 只是你背景是自己設計的 你也可以做 另外你也可以做什麼 展場的空間啊 也可以啊 因為我在領東 我們室內的視覺 設計嘛 那他們都要成果展 那自己擺攤 自己 就可以 用這個DIR設計一下 另外你也可以用在哪裡 用在這個 創客 因為我有在玩一些 物聯網啊 還有像雷切啦 或3D令 你可以像這樣啊 這個我都是在 使用工具就模擬玩啊 就把我要做的東西 我就先用 3D的模擬給你看 所以 只要你有想法 我們就去找到做法 呵呵呵 最怕的是你沒有想法 那就 這些工具對你就沒有太大幫助 所以你點開啦 你看試煉設計 點開 你會連到我的網站 那這裡面呢 有一些 同學的作品 官方也有啦 官方本身 我們順便看一下 官方 他也有提供 所謂的 他的藝郎 那 他不只 給你看喔 還怎麼樣 你 有需要 你喜歡這個 直接下載他的專案檔 有沒有 人家可以給你 啊如果你不知道 他裡面長什麼樣子 沒關係啦 就進去抓 你知道嗎 我們使用餐廳 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做成線上的 好像VR一樣 對啊他可以輸出 他有外掛程式 好那你就 應該是不用外掛啦 你就直接輸出成那個 HTML 那你只要放在主機上 FBM進來 就可以馬上 就是直接虛擬的看到 你的內容 這樣很過分嘛 哈哈 免費的啊 就可以用啊 所以你看 來你看 有沒有我馬上就跟他做互動 雖然我現在模型還沒有載完 但是沒關係 你就可以 保守滾輪 甚至你可以進到裡面去 我先等他一下下 好進來 你看我進到裡面去 哇 你可以自己在裡面走動好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我們隨用餐廳其實很不錯的地方 因為老實講 如果說 你光做3D還要自己處理這個 哇瘋了 除非你有一個團隊專門在做這一塊 我還要做 另外一個很重要 我會推薦大家用隨用3D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 他不是封閉的 我們現在其實有看到很多做室內設計的 不管是線上的或是軟體的 我們最怕的就是什麼 進的來出不去 你東西拿進來很好 我都可以用 但是我就把你限制你不能匯出 拿到別的地方去 可是我們雖然用3D沒有 他支援標準的3D模型加進來 你也可以把你做好的匯出成標準的3D模型出去 你就可以拿到其他的3D軟體 包括3D Max Maya 或是你用Unity 3D 這些都很好 因為 他不建置你的最終站 對吧 有可能你還需要其他 就是 輔助啊 那這個時候你用他就是很方便的 好這是一個 那另外呢 下面 因為我上 實用戰略也上蠻久了 我認識他 算老朋友了 那麼 你看 他 下面這些就是 我 陸續上上下來同學的作品 那我也都有提供同學的那個 原始檔 所以如果你有喜歡 一樣可以 借用一下 參考看看 好那像這位同學 是我目前 看過最認真的 各位老師不好意思 這位同學退休了 他花兩個禮拜 把他們家的住的大樓就把它做出來了 對啊對啊 他就很認真啊 他是大樓然後就這樣直接做好 我怕一顆 我比你還要認真 同學都沒有那麼認真的 好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很厲害的 那另外像下面這些都一樣 有沒有 好 所以 你不要懷疑 真的你做得出來 因為 我們實用戰略其實就像 就像 大家以前玩的那個半家加酒一樣 他裡面 有很多的模型 你喜歡 你喜歡就直接叫出來就好了 你就不用再去怎麼樣 再去自己做 這是他最大的優點 而且呢 你真的沒有 你要的模型 call out求救 各位現在比較幸福呢 外面 免費上 一模型很多 所以你 用比如說像我們最著名就是 Sketch art Sketch art也是做室內設計很有名的 他跟他是好朋友 所以呢 他匯入 的相容性 可以說95%以上都可以叫進來 好所以你看我們這邊有沒有 你可以做白天也可以做晚上 有沒有可以做很多 對啊 這些你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 真的 不會太難 那 這位同學 是我目前 目前唯一遇到 做貨櫃屋 這個 很特別 那 喜歡做貨櫃屋 然後以前我們還有同學把 實驗中心拿來做遊戲的場景 他突然發現 以前要做那個什麼3D Maze Maya 實在太麻煩了 這動作就綠了就好了 很快那個場景就做好了 然後 這個還更好玩 同學把它拿來做移工 中文 我也沒有想到可以這樣玩 所以你可以發現就是 看你想玩的是什麼 所以 這個東西都還蠻有意思的 這樣各位有沒有比較有概念了 好 那 各位呢 有概念之後呢 等一下我們要動手做 如果你想用那個 線上版的 你從這裡打開 我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它都有 環體中文 現在官方網站都有中文 所以你打開之後啊 假設你想用線上版的 你看這裡 就是打開我們那個 第二頁 第二頁這裡有那個線上版 它的介面基本上跟我們 軟體的介面一樣 但是它有特別提醒你 一定要 先註冊然後登錄 有沒有 如果沒有 你就沒辦法存 這樣了解 你可以從這邊先註冊 然後登錄進去再打開 它的 這個線上版 來您看一下 在這邊 按下去 你看都有 中文的環境不錯吧 而且 我們 這套軟體中文化的那個作者 它本身就是室內設計師 所以它 就是 中文化的時候就有特別注意到很多 就是 我們台灣用的一些習慣 所以 其實 中文化的版本 事實上是 很不錯的 那各位你看 這個是線上版對不對 進來你就挑一個 好如果你要空白的 就選一個空白的 進來之後 它還會特別提醒你 因為現在沒有註冊 沒有疼度 所以 好 那你會看到 這個就跟我們現在用的 軟體的介面 有沒有一樣 這樣理解 所以其實 你用線上用 這個軟體版都沒關係 好